好, 歡迎82台TVV Plus的家庭觀眾 收看我們直播, 您接觸 是不是很開心呢? 星期三都見到我們 Hadi… 謝謝你們的支持 令星期三我們都出現在你們的眼前 今天的星期三和下星期三 我們都會出現 還有提醒大家 下星期三會有一個意外驚喜 給大家有一個超級份量重的嘉賓 會出現在我們直播零接觸 我知道有村長的節目 就不斷都有驚喜 而我們今天82台TVV Plus 做完電視機一個小時的直播之後 記住探索我們的QR Code 直接到MyTV Super 再看三十分鐘的節目 我們在OT繼續跟大家說鬼故 村長有甚麼猛烈跟大家說 看一看你就知道了 還有, 隨時歡迎進來問問題 好嗎?來 對了, 如果這麼巧 大家可能有事做看不到 也不要緊 因為可以上去 我們的MyTV Super的直播零接觸專區 重溫我們村長的英姿 還有Darren的英姿 對, 裡面還有我們將新婚師傅 和塔羅斯羅詠師傅 給我們一些建議和提示 最重要是記住看我們每個星期的 浩雲師傅的開運提示 大家記住, 準時想學習吧 總之, 大家支持我們就行了 好了, 越來越多粉絲的黑白無常 你今天送甚麼給我們的觀眾 交給兩位 大家好, 我是黑無常湯知恩 這星期可以有三晚 看到大家真的很開心 所以Scare Find Cure Code 今天我們賣TV Super的 chatroom 一起聊天玩遊戲 如果你們也很開心 我們會用孕婦的專輪解答 村長有沒有過完畢 好的, 其實他們兩個都很乖 多點留言給他們 我們也會親自解答你們的問題 好了, 今晚馬上先來音訊 說實話, 如果黑無常 這麼多粉絲 我應該也有很多粉絲 可能我真的要轉運 不知道以下這個方法 你們會不會考慮 是 就是用這個 與孕婦寬好可轉運 吸收胎兒運氣, 說法荒謬 好, 網上就流傳 近年竟然興起一個另類行業 有人利用開運、轉運等賣點 吸引迷信的富豪 進行不道德性交易 聲稱與孕婦發生關係 就可以吸收胎兒運氣 然後將自己的衰運轉到肚子裡的嬰兒 嬰兒就變成胎子鬼 然後孕婦再下胎 到底是否真有其事 仍然是有待查證的 不過網民直指這些是變態 道德倫喪 又說根本是針對一些特殊癖好 富豪的不正當行為 說到我也… 很卑鄙, 有點生氣 對, 很欺負 很欺負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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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欺負 你也知道 就算是做這些節目 我也有一個道德底線 是 其實是某年某月某日 你知道 全東南亞有很多改運、增運的方法 有一次我監製就要我去拍… 有聽過嗎? 嫖屍? 嫖妓… 對, 嫖妓… 即是嫖妓的那隻嫖… 但誰收錢? 我不明白 不明白嗎? 好 簡單來說, 它有一個屍體 給錢去嫖妓的屍體 把那些壞運都給它 跟剛才我所說的道理一樣 只是給我屍體 但是我想告訴你 真的我要告訴你 不要 完全是第一, 道德淪亡 第二… 哪裡又可以添好運? 這個完全是添壞運 它已經死了 是嗎? 是的 是嗎? 是的 所以那次我看它不拍這件 我說不應該外出了 是, 這些真的… 在道德的底線下 沒錯…